请各位先预备好 我们要来看基督门徒的征战生活 以福所书最后一讲 是讲到基督门徒的征战生活 在5月22号我已经跟各位分享 如果以福所书分两段 我个人的分段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 一直到六章九节是一段 六章十节以后到这一章的结束 是第二段 一共只有两段 有的人说为什么这么虎头蛇尾呢 其实不是虎头蛇尾 它是两个一样重 只不过后面讲的这一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浓缩而且真实的事 前面他把我们的生活讲得很仔细 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每一个步骤 到后面他把那个原因告诉我们 就是还有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他把它解明出来 以福所书是非常重要我们生命成长的书信 如果最后一讲弄清楚了 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好 那个美好并不一定是顺利 否则我们刚才师班为什么这样唱诗歌呢 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对不对 不论环境如何 这件事情就表明了我们的环境 不一定变得更顺利 可是我们的内心却能够不改变 5月22号我们已经在主日敬拜当中 提到我们基督徒虽然已经是神的儿女 我们也拥有了天上的身份 我们身上有一本护照 是天国子民的护照 你知道护照非常重要 上次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会仔细说 不过拥有护照的人 却不一定能够享受 这一个国家的生活 这个取决于我们愿不愿意做 这个国家的子民 拥有护照只表示了你的身份 并不表示你会享受 这一个身份所带来的生活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真实的活着 是非常的真实的 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现象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各样的问题 我们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随着年岁的增加 有疾病有软弱 即便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大的问题 没有开过刀 没有很大的疾病 到年长的时候 也必然会渐渐衰退 第一堂我早点来 因为第一堂人都比较少 我有机会这样子打招呼 打到那边去 到最后的时候 我就看到傅赖其荣父妈妈 那你们当中大部分都不认得他了 是父妈妈 我就过去 我就握他的手 我说父妈妈 你身体好不好 他说啊 我说父妈妈 你身体好不好 可是因为快要开始 主日崇拜了 所以我只能小声讲 我就 父妈妈 你身体好不好 他就说啊 隔壁的那个人 就跟他说 李长老他声音 他耳朵不太好了 他就跟我说 父妈妈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我耳聋啊 我听不见了 我不敢大声喊 因为我是个讲员 对不对 那个妈妈就跟他说 父妈妈 李长老问你好 你身体好不好 他就说 我身体感谢主 我今年92岁了 92岁 只是耳朵有点聋 要感谢赞美主了 对吗 谁身体不衰败啊 92岁 只有耳朵有点聋 他看他精神好得很了 他自己来聚会 他自己来聚会 还跟别人讲话 讲话 我们有身体的健康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一样 不因为你是基督徒 就有影响 不会的 我们也有环境的压力 我们会碰到工作的不顺利 你永远不知道 为什么哪一天 你就工作突然不顺利起来了 你从来没有想到 那天会工作不顺利 就不顺利了 老板知道 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就对你不顺眼了 你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表现这么好 会受到这么不平等的待遇呢 我们会有环境的压力 我们会遭遇经济的不景气 那个经济的不景气 从来没有人能预测 对吗 上次2008年的时候 大家说这次比1929还惨 结果没两年就起来了 全部共估 经济学家全部预测错误 从来没有人能够预测经济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能明白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就有环境的压力 你知道如果你能预测 你就没压力 问题是我们都不能预测 让我们生命充满了无奈 让我们生命充满了无奈 我们也会有家庭的状况 弟兄姐妹 我请问你 夫妻适应容易不容易 诚实的讲 容易不容易 感谢主 你们还算诚实 我前不久带领一群传道人 那么都是夫妻来 聊聊聊 聊到后来 我就问他们说 他们有人问我说 李长老 你跟师母的感情如何 感情很好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猜我们两个还吵架不吵架 来 吵架不吵架 你们对我这么没信心 我灵命和好的 一打不还手 二骂不还口 没用 我告诉你 只要你肯沟通 你就会有意见 夫妻不吵得有 放弃了 就不吵了 没力气了 不吵 分居了 不再吵了 怎么会有意见不一样 怎么会有意见 怎么会有意见 完全一样的呢 没有的是 我们会碰到这种家庭的状况 而你成长 总会带来各样的困境 很多人说 我孩子大了就好了 孩子大了就开始了 永远有问题的 到了什么年代都有问题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即使是基督徒 我们也感受到生活的不安 以及生命的多变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体质就是这样 你的身体状况 就是不能控制 没有一个人了解 为什么会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圣经已经记载了 这一件事情 上次我们讲了一半 今天我要继续的 给你们分享 请我们来读 以福所书六章 十到二十节 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 真正背后的那个原因 我们来读十到二十节 我读单 我读双数节 请你们读单数节 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保罗在以福所书六章 第十节开始这样说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因为我们并不是 一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做带子书 要用公义当做护心境 遮凶 此外又拿着信德 当做藤牌 可以灭尽那 恶者一切的火箭 靠着圣灵随时 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 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到国财 愿意放在开头 讲明福音 二十节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你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造着当尽的本分 放胆讲论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活在的这个生活 这个世界上面 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 并不是一个平静的生活 你所看到的只是表面 如果它很平静的话 如果你碰到的是一个不顺利的环境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是过一个征战的生活 上次我已经说了 这个征战的生活 翻译 是对我们太有利了 如果是一个征战的生活 我们就不用太害怕 因为我们基督徒过了征战的生活 那就有能力的去征战 没能力的就老弱残兵 我在后面 我做后勤之援 你们前线上 并且长老先上 传道人先上 执事先上 我躲在后面 这个翻译 原文做摔跤 而且是一对一的摔跤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这件事情 很多的时候 我们打群架的时候 我们以为说 大家上 我也哇上去 然后别人出拳出脚 我就知道他们用喊的 我们以为我们能这样 我告诉你 这场战争不是这样的 这场战争是每一个人的 是一对一的 你说一对一对谁 对邻居 对老板 对同事 对配偶 到底一对一是对谁 这里告诉我们 不至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以天空属灵器的 对不起 乃是以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 征战 这些都是形容那个的恶魔 不是说执政的 小英政府 不是 掌权的 我的老板 也不是 这里执政掌权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 这四个的 都是讲着恶魔 所以这一对一 他对谁呢 你们都不敢讲 他对谁 不要讲我们 少拉我 我 他对我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 不 没有我们这回事 摔跤的时候都是一对一的 我刚才问低堂一个弟兄 也没一个问题 一个人杀一个人 杀人偿命 对不对 三个人合作杀一个人 请问平均一个人杀几个人 三个人杀一个人 平均一个人杀三个人 你怎么算的 我问你 三个人杀一个人 请问一个人杀几个人 我们这里有聪明人 你们果然睡饱了 第一堂有人没睡饱 他说杀三分之一个人 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当你犯罪的时候 当你面对敌人的时候 都是一对一的 你以为我们十个人杀一个人 我们就分到十分之一吗 他不会因为这样 把那些刑期除以十除以三 不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打仗的时候 并不是那一种 团体战争 这里讲的是每一个人自己的 因为以福所述 在讲一个基督徒 他的成长的过程 现在讲那个背后的原因 可能有些人说 哇那怕到了 原来我们是与恶魔 一对一的征战 难怪我晚上一直做恶梦 不是你误会他了 如果是只有做恶梦 就好办多了 这里提到这是一个磨难的日子 这是一个恶者掌权的日子 因为我们常常误判 所以我们生活常常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呢 我们常常以看得见的人 为我们的敌人 我们常常以我们 以与我们的看法 不同的人 作为我们的敌人 不同的种族 看起来讨厌 这个种族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全世界 美国3K党快要复兴了 不同宗教背景 你看现在 伊斯兰已经在做 不管他们是部分的人 或者是极端的人 他们开始有一些 争执 我记得宏达教授 那天邀请我去台大 给他们学生上课的时候 他给我看一本书 Huntington写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说最后的战争 是宗教的战争 是基督教对伊斯兰教 不是政治的战争 不是经济的战争 你看 我们以别人为敌人 不同的文化 我们以别人为敌人 不同的语言 我们以别人为敌人 有一次我跟一个人弄了半天 起了很多的语言的冲突 我就在想说 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讲话 后来才发现 同一个词 我们的definition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 misunderstanding 这个我们俗称打错架 今天我们在地上 常常有打错架的事情 这个世界已经够乱了 怎么乱呢 其实就是打错架 恐怖主义的攻击 社会的混乱 最近菲律宾选出一个 很强悍的总统 如果你关注世界新闻的话 我请台湾的我们的老百姓 要关注世界新闻 不要只关注台湾新闻 虽然台湾的都不报道 我在想 如果我有钱 我要弄一个电视台 我是指说 有人无限制的供应我钱的话 我要做一个电视台 永远只播国际新闻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如果有人有这个远见的话 他应该会赚钱才对 虽然这看起来 这个赔本的起初 我们不关心国际新闻 我们完全不知道 国际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近美国要选总统了 对吧 估计川普还是有胜算的 虽然他的言论是在够惊人 对不对 他说我们要跟墨西哥 逐一道万里长城 他说 如果我引错了 请不要误会我 我可能会有资料的错误 他说墨西哥的男人都是毒枭 墨西哥的女人都是妓女 做一个总统候选人 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我告诉你 他搞不好会选上的 你知道吗 所以有一个美国人告诉我们说 他说我们美国流行一句话 我们将会选出美国第一位 女性总统 或美国最后一位总统 我在想 我在想这个是 希拉蕊正宁放出来的话 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去投给希拉蕊 对不对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可是我告诉你川普有可能当选的 这在在都显示 我们有一个敌人 我们有一个假想的敌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在这边圣经却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 我们是因为没有搞清楚 所以我们常常打错架 我们常常用错力气 我们面对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邻居 甚至不相干的路人甲 我们都用错力气 我们没弄清楚 他们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只是和我们一样 属血气的人 这里说我们只有一个敌人 亲爱的基督徒 如果你是基督徒 我要再告诉你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地上只有一个敌人 当然啦 有人说我们自己是自己的敌人 这个理论上我绝对接受的 可是这个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敌人 是那个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 而我们这个老我哪里来的呢 就是受撒旦影响的人嘛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敌人 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保禄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 十二节说 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 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真正的敌人 是天空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的 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们真正的敌人 只有一位 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当然这个恶魔很多啦 总的代表就是撒旦 如果我们弄清楚了 弟兄姐妹 我们才能过磨难的日子 我上次说 十三节那个磨难的日子 磨难的那个字 跟十六节的那个 恶者的火箭 恶者跟磨难是同一个字 换句话说 磨难的日子 就是恶者的日子 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 说什么呢 那我们如何面对这件事呢 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邪恶的世代呢 如果我们的目标 不是我们的老板 如果我们的敌人 不是我们的配偶 如果我们找麻烦的 那个我们的儿女 不是我们所要面对的 最大的困难 那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 最近我儿子问我一个问题 昨天吧 他跟我说 他说爸爸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老是在讲我跟我的关系 以及我跟神的关系呢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想一想 我突然解开了 我一个原来搞不清楚的东西 你知道有时候问问题 是自己看不到问题 别人一问 你就知道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了 当然是我们面对 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仇敌而已 如果我们不是面对 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 不是面对我们自己跟仇敌的问题 那么我们面对什么呢 我们面对就是这个世界 我们面对就是这个环境 我没有说不要对人好 我没有这样讲 我没有说别人不合理对待我们 我们就挨打不还手 被骂不还口 我没有说一定这样子 但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还手 还口 我只是说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如果没搞清楚 是我跟神的关系 以及我跟撒旦的关系 你就会永远搞错 你会失去焦点 当你把焦点拉出来之后 我不是说那件事情不重要 那件事情要解决 但这一件解决了 其他的容易解决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情 你如果不知所先后 你就很难 知所先后 则尽道矣 所以保罗在最后一段 讲到基督门徒的征战生活 是放在他所有基督的生活之后 他说末了的话 是告诉我们两件事 如果要面对磨难的日子 请你看讲义 一内在 我们上次已经讲了 要从旧人变成新人 变成刚强的人 这是以福所出的一个系统 以福所出的一个主轴 就是我们是一个旧人 还没有得救 我们到了新人 我们变成一个新智改换一新 那这三个字都是圣经里面的字 一个是旧人 一个是新人 我们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并且穿上新人 到了第六章的第十节 说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什么 刚强的人 换句话说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只从旧人变成新人 我们从新人 还要变成刚强的人 这是内在 外在怎么面对这个磨难的日子呢 你不能说我有内在坚强了 我就能解决问题 保罗说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这叫做外在 所以告诉我们要站稳了 第十四节告诉我们 所以要站稳了 站稳了 站稳了是什么意思 站稳了就是前面那个已经变成刚强的人了 所以他有个先后顺序的 如果里面不是一个刚强的人 你没办法穿军服的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我相信我们当中当兵的男孩子都知道这件事情 你如果不够刚强 你没有办法穿戴军装 一个美国的士兵 如果要把军装穿起来 他们的装备是45公斤 你要知道45公斤是很重的 你我20公斤 就太多了 10公斤也太多了 5公斤天天背着你觉得呢 也很困难吧 可是我告诉你 你就是不背任何的重量 如果你不是一个刚强的人 你站都站不住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站稳了 是指我们内在的生命已经有刚强了 那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样刚强呢 怎么样刚强呢 我们怎么样从旧人变成新人 变成刚强的人呢 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是新人了 在座的大部分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可是我们不应该只停在新人 我们应该变成一个刚强的人 一个刚强的人的前提 他必须是个新人 如果他不是一个新人 就没办法做刚强的人 但是新造的人并不代表我们就是一个刚强的人 新造的人只是表示我们有属神的新生命 我们有新生命之后好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的心智还受到很大的挟制 所以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四章二十三节 那我今天要做以福所述的总结了 已经到最后了 四章二十三节 所以我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所以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改换一新 可是在改的过程当中 我们仍然觉得不够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不是刚强的人 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你我都是一样 我们有了新生命了 我们认识了神 可是我们还不是一个刚强的人 为什么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刚强的人呢 因为风一吹就倒 当然就不是刚强的人嘛 别人一刺激就跳起来 碰到难处就灰心丧志 好像一点斗志都没有 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邪恶的日子 在这个邪恶的时代 有撒旦在工作 我讲撒旦 请你不要想到 轻面獠牙的那些东西 那些并不可怕 我可以告诉你 真正可怕的并不在这里 真正可怕是那些动摇我们心智的 真正可怕的是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自己 那个是撒旦给我们的攻击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就要来看 那么旧人变成新人 变成刚强的人怎么做呢 怎么样变成刚强的人呢 这里有两件事 一个是在心理上应该怎么样 第二个应该在生活上怎么样 第一在心理上 请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 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 预备 请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这里告诉我 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所以做刚强的人应该怎么样 靠着主做刚强的人 你不觉得这句话有点问题吗 靠着主做刚强的人 我告诉你这个话不读不觉的奇怪 初次读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基督徒就是要靠着主 因为别人叫我们靠着主 我们就靠着主 那你仔细一读就觉得没有道理 为什么呢 我问你 一个刚强的人应该靠谁啊 没听清楚 请问刚强的人是靠谁 你靠别人啊 靠自己嘛 刚强的人靠自己嘛 来这里有一个 基督徒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paradox 就是心理上是靠着主 先写下来 我慢慢跟你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叫做刚强的人呢 刚强的人都是靠着主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刚强的人 就应该靠自己才站立得住嘛 此处就告诉我们 刚强的人是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这有矛盾的 这有矛盾的 的确 这是一个很难明白的矛盾 什么矛盾呢 因为一个人要做刚强的人 必须靠自己嘛 靠自己才是刚强的人嘛 你靠别人 算什么勇气啊 那靠自己嘛 可是这里却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人要面对磨难的日子 如果一个基督徒要在这个地上 做一个刚强的人 他要靠着主 不是靠自己 所以做刚强的人 这件事情对我们 怎么样都不明白 我告诉你 我是真的不明白 我不是假的不明白 如何显明我是刚强的人 又是靠着主而来呢 我们以为的刚强就是我可以嘛 我能 我行 我来做 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说 我能 我这样弄来的 我是这样所以升到这个关的 我是这样所以做得起来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做刚强的人不是靠自己 基督徒请注意听 如同做新造的人 不是靠自己一样 没有一个人靠自己可以 变成新人 必须有神的新生命 能进到我们里面来 而做刚强的人也是如此 做刚强的人是靠着主 请注意听 我没有说你不需要努力 我只是说你误会了 以为我们要刚强 我们没有办法刚强 我们是靠着主 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恩典 我们没有办法的 我们的刚强是靠出来的 这是我们最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总是太聪明 太能干 太刚强 太自以为知道 自以为是 自以为能 自以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不是基督完成了救恩 从死里复活 我们今天没办法做刚强的人 什么叫做靠着主 应该要用示范的方法 我通常都会 找人 选里面最壮的人上来这边 我来靠给你们看 靠着主 你要全然的依靠他 可是今天我不做这件事情 有一年我在美国 告诉他们怎么靠着主 我就说 下面谁最壮的可以上来 有的人举手 大家都指他是他 他就上来了 上来了 我就说你要把我扶好 他说好 我说你要把我扶好 我就看他衣服很不在乎的样子 我说等一下我真的会倒在你身上 你要把我扶好 他说好 结果我就放松一倒下去 结果我摔得 不仅头碰到地 眼镜都摔出去了 他吓一跳 因为他不知道我是真的要靠他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的 所以这种人不能做上帝 他不能做上帝 我们却不会靠着主 因为我们总是用自己的力气 靠着主 是心理上真的知道我不能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讲懂这个真理 难怪耶稣在登山保训上面第一句话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 不是做人谦虚 不是 那个我们中国也有 虚心的人有福是 一直感觉自己灵里面很贫穷的人有福了 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总是靠着自己想胜过邪恶 靠着力量来胜过撒旦的引诱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地上好好的活着的缘故 是因为我们都靠自己 我们不知道靠着主才能做刚强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做新人我们终于我们会知道的 因为做新人我们已经经过了 所以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 可是我们不知道做刚强的人也是这样 要全部的力气放松 那个是个心理上的作用 我再讲一遍 我怕你们不懂 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讲了 我们只要稍微觉得 I can make it 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的家庭里面 我的儿女 我的父母 我的工作 我再说一次 这是心理上 不叫你不努力 我只是告诉你 这是神的恩典 如果你要刚强 你要放下你自己 所以我刚才在跟立军说 其实重点不在哪 重点在我们 重点不在老板 重点在我们 我们怎么跟他应对 自有应该要应对的方法 可是重点在我们 就是我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我靠我自己 还是靠 这主 你说那我怎么知道 我靠着主 所以下面有说方法上怎么做 我们怎么测出 我们是靠自己 还靠着主呢 还有告诉我们方法 我们先读十八十九二十 我来讲这段 这段的圣经 十八十九二十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这是保罗在说的话 保罗在最后的时候 他讲一个例子 他说 他说你们为我祷告 他说如果我们要在地上 过一个刚强的人的生活 他说我们是祷告 我们如何可以做个刚强的人呢 在方法上如何证明 或表明我们这个刚强的人呢 就是你这个人会去 祷告 请你先写下来 当我讲祷告的时候 当然不是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 就是难难 口中难难有词 然后就说了我们该说的话 我也不要叫你们举手了 吃饭还没祷告的请举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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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告诉你 吃饭祷告也并不代表你在祷告 因为你从来不知道 你吃饭的时候祷告了什么东西 那只是一个形式 那只是一个表现 那只是一个不祷告 心不安 万一祷告 你一吃饭 我坐在隔壁说 俗亲 怎么你刚才没祷告啊 怕被我抓到 我们很多经历祖祷告都是怕被别人抓到 可是 当我们讲祷告的时候 并不是在讲这个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祷告呢 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表现 一个人如果不是无能为力 他总不会求告的 所以我们吃饭前做一个谢饭祷告 我们是当成行事 不好意思不祷告 我也知道 这个饭一定是上帝的赏识 不然的话我也吃不到 你只是这样形式上想一想 谁会真正的 在吃饭前好好祷告的 那大概他已经几天没吃饭了 他终于吃到饭了 然后他终于想起这是神的恩典 然后他静下心来做一个祷告 再去吃饭 这种人也很少 但是这种祷告才有可能是真的 所以一个真正的祷告 其实是一个hopeless的表现 当你常常用一个无助的方式 来到上帝的面前 就表明你是一个靠着主的人 这个时候你才是一个刚强的人 你其实从一个人的讲话 你会知道这个人是一个 靠着自己的人 他好像还不错 他好像很有自信 其实他是靠着自己 他并没有靠着神 一个真正靠着神的人 他一定有一个从内心的深处说 我真的不会 如果一个人他总是不会祷告 他总是不会求告 他总是说我能 我行我来做决定 他绝对不是一个刚强的人 他绝对不是我们信仰中刚强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所讲的事情 你可以 你可能现在就明白 有一天可能 当你一个无能为力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 靠着主 祷告 我常常最 最会靠着主的时候 就是飞机迟到的时候 现在全世界的飞机都在delay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我们中间 那个接机的时间都拉得很长 有时候都拉到五个小时 他问我说两个小时还五个小时 以前说两个小时当然 他说飞机公司告诉我们 是同一个航空公司 所以他可以两个小时 他一个半小时他也答应你 问题是他答应我没有用 到时候他又不他坐飞机 是我坐飞机啊 所以中间我说五个小时 然后那个人就说说 那个旅行师都跟我说 李长老那个中间两个小时就够了 我说对干事给我五个小时 因为我怕了 我怕了 有一次到那边 我就跟他说 我看他本来写on time 我高兴的不得了在那边看书 后来一看 delay 15分钟 我就再看书 15分钟到了一看 又delay 15分钟 又再delay 15分钟 我就再看 又要15分钟 我就跑去问他 我说你要到底delay几个15分钟啊 我下面那个飞机要飞过去啊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放心你坐着 我们一定会说 我说我要赶下一班飞机 从阿姆斯德兰飞到 飞到纽约去 我要到那边去讲道 他说你放心的 来得及的 我就跟他讲 他说来得及的 最后我来不及 他来得及我来不及啊 因为下班飞机并不等我啊 对不对 我在飞机上拼命祷告 拼命祷告 到飞机一下来之后呢 我就拉着我的心里 一直跑 跑到那边 我到那边的时候 那个空服员 那个柜台啊 正好把灯关掉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两个小姐 把皮包一杯站起来 我说等一下 我说我要上飞机 我说给我check in 他说不行 他说我电脑已经关了 我说帮忙打开来 我一定要过去 他说不行 来不及了 我记得那一次的祷告 是拼命祷告 我知道我不行了 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理上 能够这样 那就都靠得住 那就靠得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很难 我们很难 我们很难 你可能是一个新造的人 可是你不懂什么是刚强的人 因为刚强的人 在心理上一定要 靠着主 在表现上一定是 是 祷告 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个祷告一定是主啊 真的 求你帮助我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看第十八节 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这个是保罗告诉他们的 第十九节说什么呢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如果你认识保罗 你就知道他够有口才了 他够放胆的 有谁像保罗这样这么能讲 有谁像保罗蒙受那么多的启示 跟光照 有谁像保罗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敢这样讲福音 敢在那些有权势的人面前讲道 你从旧约早起大概没两个先知 像保罗这么勇敢 大概如果你比起来 摩西算是一个有能力的了 如果你看古今中外 大概有几个讲员 讲起来也铿锵有力 但谁像保罗呢 我说像什么呢 像他这样讲 像他这样讲 你现在听过几个有名 全世界有名的 不要讲外国人啦 讲华人的讲员 可以用华语讲道的 你听看有几个人像保罗这样讲 他讲起道来好像那些道都是他的 有谁像保罗这样讲 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你就知道保罗是一个刚强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求他们祷告 求他们祷告 他说你们不仅要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倦 他说也为我祈求 为我祈求保罗说 保罗真的是蒙神光照 圣灵在他里面动弓 让他写出来让我们知道 保罗真的是一个刚强的人 他的刚强并不表示在他有口才上面 他的刚强也并不表示在他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上面 他的刚强表现在他的祷告上面 他的祷告 他自己祷告还不够 他说你们为我祷告 你们为我祷告 难怪师父真是一个会讲道的人 你知道师父真的讲台下面 有一个祷告式 他说因为我不会讲道 师父真还不会讲道 我们都不要会讲道了 他有一个祷告式 他说我祷告的能力在下面 就在讲台的下面有一个祷告式 有一群老妈妈长期为他祷告 这叫做他知道什么叫做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不只说我自己祷告 他说你们要为我祷告 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 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基督徒 我们还常常失败 常常软弱 常常跌倒 原因在这里 弟兄姐妹 到以福所述的时候 我们终于明白了 祷告表明我们的不足 不够于需要 一个人靠自己 怎么会求人呢 一个人认为自己行 怎么会求神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一同思想以福所出 最后一段属灵征战的时候 保罗告诉我们 那个内在生命 那个生活 我们所要面对的 就是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什么叫做刚强的人 就是我们要懂得去祷告 我们要会祷告 我们要真知道 我们与空中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可是你看不到与恶魔征战的 你看到的是你跟别人的关系 你看到的是你的环境 你看到的是你的身体 这些都是表现 所以我们很难 那个心理上要靠着主 方法上要祷告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我们能解决 或者我们该解决 或者我们去解决 我们要找医生 我没有说医生不重要 我们教会这么多的医生 我也常常找医生 今天早上还有医生拿药来给我 他说李长老 你已经吃了六天的抗生素了 这里面我又给你预备了三天 你只要再吃一天就好了 你吃够了 你就可以了 我也靠医生啊 可是我心理上是靠着谁呢 我当然要靠他 可是我心理上靠着谁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我怎么表现这件事情呢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面对磨难的日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你现在即使不在磨难的当中 你也在磨难的环境里面 什么时候我们养成了这样靠着主的习惯 以及常常知道 这件事情只有用祷告能面对 我常常跟很多人说 放在祷告中 我觉得大家都以为我在讲一个基督徒的术语 我一点都不怪他们 因为以前别人告诉我要放在祷告中的时候 我也觉得他的讲经教的术语 我年轻的时候也都这样觉得 那老人家告诉我 李弟兄放在祷告中 我就说我知道了 然后心理OS是又来了 Anything new 没有 他总是告诉我多祷告 今天我碰到很多人 我也告诉他多祷告 我只能这样讲 因为讲不懂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在内心上 我们一定要从旧人变成 新人然后变成 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理上 那怎么样 靠着主 然后怎么样知道你有 倚靠主呢 就是你要 祷告 祷告 记起来了 这是以福所出的最后一段 下一次我来的时候 我要讲另外一卷圣经 你们为我祷告 我希望能够勇敢的讲一卷圣经 我已经不太敢讲一卷圣经 那有点难 第二我们来看外在要怎么样 我们来读第一 第十四节 我们来读第十四节 十四节我们来读十四节 一杯请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静遮胸 所以外在要站稳了 请问站稳了就是什么 刚强的人 有人进入状况了啊 站稳了就是刚强的人 我告诉你军装要穿 你必须里面 刚强 不然你穿不起来的 你撑不住的 你撑不住的 所以要站稳了 保罗说 有些人是站不稳的 如果他不够刚强 是站不稳的 一个有病的人就站不稳 所以当一个人站稳的时候 注意听喔 表示他里面这个刚强的人 并且他有意愿 他有意愿做刚强的人 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必须这个人的身体可以 而且他还要有意愿的 因为刚才说过 全副军装 从某个角度来讲 它还蛮重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 什么是全副的军装 我可以告诉各位 通常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就是那个 听得懂吗 通常这些军装都不是问题 只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军装就是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不会把它穿起来 我们不会把它穿起来 你知道打仗的时候 常常有这个问题 尤其我们是新兵进去的时候 凡死 热得要死一定要穿长袖 有没有 而且那个长袖 还是不是普通的厚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为什么穿军装 是不是普通的厚呢 要特别厚呢 我们在热带地区打仗 为什么要穿得这么厚呢 我告诉你 就是热带地区 穿要穿厚一点点 因为你有的时候要握到 有没有 一趴下去 你手这边就全部受伤了 所以衣服要穿厚一点 还有呢 蚊子多 我们很多时候不了解 为什么要穿这个军装 这里介绍了六个军装 六个我们要穿起来的 第一个在第十四节 十四节的第二段 我们先念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 就是神的道 第六有一个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所以我们先讲第一跟第六 第一跟第六 是我们要讲的 穿上的第一个全副军装 第一个用真理当做带着书腰 十七节后半讲说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其实真理跟神的道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真理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就是真理 用真理当做带着书腰 带着书腰的带着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因为当你把腰竖起来的时候 你的力气就来了 所以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一定要束腰 柔道的人也要束腰 日本的香铺也要束腰 他们都把腰绑起来 因为把腰绑起来 就有力气 我每个主日崇拜 如果在临生难度讲 就讲三堂 如果在外面有时候讲几堂 不一定 我通常第一堂第二堂就是这样子 到最后一堂 我就把皮带再拉紧一个 再拉紧 因为最后了 第三堂讲完了 我就要去休息了 我通常礼拜天 如果在临生难度讲道 第三堂讲完了 我就回家 回家我就第一个先洗澡 因为衣服都湿了 冬天也一样 夏天也一样 夏天是湿三次 干三次 到家里还没有干呢 所以我的背常常 今天早上秋花还在帮我擦药 为什么 有像湿疹一样的东西 因为一直讲道 所以背一直常常是湿的 湿的马上就帮我擦药 我就跟他说 要不换好一点的药 怎么都这样子呢 都不好呢 因为常常都是流汗 我礼拜天回去 礼拜天回去我就洗个澡 然后就吃饭 秋花给我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我不问的 为什么 因为也没力气了 我就是把饭吃完 然后就呆呆的 他们也都不跟我讲话 因为跟我讲什么 我都不理他们 不是不理他们 是没力气的 然后就呆呆的 快看着电视 看着电视会睡着的 我平常不是这样 看电视从来不睡着的 可是礼拜天 为什么 因为力气用完了 最后一段力气是怎么用出来的 把腰带一拉 就上来 讲最后一堂 讲最后一堂 我刚才在第一堂的时候 因为唱试的时候 好像有点不太对 我觉得力气不太够 我本来想要把皮带拉进去 后来我一想 那就要对不起第二堂跟第三堂 因为力气用掉了 真理当作带着束腰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保命用的 如果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没有弄清楚 命保不住的 真理 第二 它是攻击的武器 它是攻击的武器 但是 请注意听 圣经从来都是拿来攻击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圣经不能用来指责别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 可以受得了圣经的攻击 所以圣经从来不能拿来攻击别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用肉身挡得住圣经的攻击 圣经我们可以拿来教导 不可以拿来教训 不可以拿来指责 不可以拿来论断 因为拿圣经去论断弟兄 没有一个弟兄站立得住 对吗 所以你不能拿圣经来批判别人 别人一定没有办法 可是感谢主的恩典 圣经是我们攻击撒旦的武器 所以这里全副军装的敌人 不是对着同伴的 不是对着家人的 不是对着朋友的 不是对着邻居的 不是对着老板的 是对着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我们看耶稣怎么面对撒旦的攻击就知道了 耶稣第一次被引到旷野去受试探的时候 魔鬼就来了 魔鬼跟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开口就说什么 经上记着说 所以他就先防御 经上记着说 因为撒旦攻击过来了 他就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以后撒旦说 你会用圣经我就不会用圣经 以后撒旦就用圣经来攻击他 以后耶稣又用圣经抵挡 然后耶稣又用圣经攻击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画面 我们今天不讲这段圣经 在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 你回去看看他们的攻击 他们每一次的攻击 都是用圣经 都是用神的话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防御的武器 也是一个攻击的武器 第二 我们来读第14节的下半段 我念上半段 你念下半段 所以要站稳的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做互信经抵挡 用公义当做互信经抵挡 神的话 是给我们有力量来面对环境的 那是防御性的武器 神的话也是拿来攻击撒旦的 那个攻击性的武器 我突然想起 有一次我在内地 20年前 我到内地去做培训的工作 那个时候内地非常的辛苦 然后我到了一个穷的地方 非常的辛苦 他们很穷 他们吃饭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是把那个筷子沾在汤里面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前面有一个汤 然后大家坐在圆桌上面 那老师是另外吃的 后来他们一吃饭 他们就祷告 祷告完了 开动 所有人都把筷子往那个 往那个汤里面擦 我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要这样擦呢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这样才夹得到菜 你们想不起来了是不是 不然你夹不到菜 因为那个肉末是切的碎碎的 根本不叫肉末 然后那个菜是切的碎碎的 你夹不到嘛 所以他怎么弄湿 你知道吗 一夹就怎么样 就有沾到嘛 台湾实在太富裕了 想不起我在讲什么东西 我很惊喜他们 第一个动作 祷告完 阿们开始吃饭 就把那筷子全部都插到 那个汤里面拿起来 我起先以为是洗筷子 不是 他真的想夹得到菜 哎呀我很难过 我站在门口 那天我吃不下饭 我就站在门口 我就跟祖祷告说 这么穷的传道人怎么办 怎么可能这么穷 一个传道人一个月 当时的生活费 加上路费 加上所有的讲义费 成为150块人民币 一个月的生活费 包括所有吃的 全部在内 我就说我要去弄钱 我要去弄钱进来 我就跟祖祷告说怎么办 后来我从看到两只鸟飞下来 麻雀 那个是早春的时代 根本地上都没有东西 我就看他们一直走 一直走 我就心里想说 这两只鸟也蛮可怜的 地上根本没东西 它饿成这个样子 一直在佐土 后来我一看不对 那两只麻雀好胖 圆的 那两只麻雀很胖 一样 神的话进来了 神的话进来了 你们看 天空的飞鸟 也不中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仓里 我天父尚且养活他们 立刻我知道一件事情 神安慰我 这是我的行业 不是你的行业 养活他们是我的事 不是你的事 才几秒钟 我看到两只鸟 我还心里麻雀 我还说 这么两只 这个地上没东西的 怎么这么笨 我心里这样想 后来我突然发觉 是神把那两只麻雀 引下来让我看 天空的飞鸟 也不中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仓里 你看立刻就好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担心 大陆的传道人穷过 我不是说他不会穷 你要知道这是两件事 是神会照顾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不是不会遇到困难 乃是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 第二公义 什么叫做公义 公义的军装是什么意思呢 公义当作护心境遮凶 什么是公义呢 公义就是义 righteousness 义 什么叫做义呢 义的相反是不义 不义就是罪 所以公义当作护心境遮凶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心需要用义来保护 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抵挡罪 我们的心如果被罪占据了 我们的军装就破了一个大洞 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 所以心是最重要的地方 无论从身体physical的角度来讲 或从心理上来讲 心都是最重要的地方 中国人说公心为上 对吗 公乘赤之 所以从心理上来讲 心最重要 从生理上来讲 心也最重要啊 我上次讲完道 我女儿就跟我说 爸爸你不要每次都把那个道 那个举例举得太鲜明 我们都很害怕 我上次举那个刺刀 有没有 我说刺刀插进去 因为拔不出来 我再转一下有没有 我女儿说 哇 她说我想到那个画面 我们很会害怕 你知道不知道 对就是要叫你害怕 就是叫你害怕 因为我们不知道心多重要 如果罪攻进来 我们是没办法抵挡的 我们刚才也说过 因为征战是摔跤是一对一的 这是当时来描述最贴切的方法 是一对一的摔跤 一对一的摔跤最重要就是心脏 心脏是我们最软弱的地方 罪使我们软弱 罪使我们跟神不通 所以罪进到我们的心 我们要很小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义是从神来的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义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 所以怎么样有护心境呢 怎么样叫做公义当作护心境遮凶呢 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就是注意听 认罪 公义当作护心境遮凶 简单来讲就是认罪 认罪 一认罪 就有公义当护心境遮凶了 这样听得懂吗 你多久没认罪了 多久没认罪 我讲认罪 不是你跪在那边 一直说我做错了 我做错了 不是 其实认罪之因念之间 我又靠自己了 这件事情我这样做不对 其实你心里面一动 就有公义 就当作护心境遮凶了 那护心境马上出来 因为圣经上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这里认罪 就是公义当作护心境遮凶 很多人说 你们基督教真是个软弱的宗教 我告诉你 我百分之百同意 我本来就是个软弱的人 我如果不是软弱的人 我就不需要基督教了 我就是个软弱的人 因为我会犯罪 因为我会软弱 我会跌倒 我没有办法不承认自己是个软弱的人 因为有罪在我身上 但感谢主 这里告诉我们 公义可以当作护心境遮凶 因为有一个人叫做撒旦 他是昼夜控告弟兄的 这就是他的名字 他白天也控告 晚上也控告 因此我们必须认罪 才能够用公义当作护心境遮凶 第三 第三 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情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弟兄姐妹 打仗的时候 穿鞋子很重要的 不要说打仗的时候 平日的时候都很重要 是不是 有一次我到美国去讲道 他们就打电话给我 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联络方式 他们跟我说 李长老 你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你要带一个登山鞋来 我说为什么带登山鞋呢 我以为聚会还有机会带我出去爬山 他说不是 他说我们这里下雪 你要买那个登山鞋 而且要买长筒的 到这个地方 他说不然的话你的脚会受伤 他说如果你脚受伤呢 你就很麻烦 我就想说脚会受伤 我们平常脚也不会受伤啊 后来到那边我还是听他的话 我去买了登山鞋 他还告诉我说鞋底要怎么样的纹路 这样你才不会跌倒 我就心里想说 还真麻烦 我第一次到雪地去 我就穿去了 我到那边之后呢 他就跟我说 李长老你要穿起来 我就心里想说 我这皮鞋也还可以嘛 他非叫我穿起来不可 在那个车子里面是很暖和的 要出去他就告诉我说 李长老地上非常滑 我想说雪地怎么会滑呢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下了雪之后 热了对不对 白天太阳一晒雪就融化 到了冬天又降到零下了 他又结冰 然后又融化又结冰 就地上是冰 他说很滑 我就说我要下车 他在开车 他下车我下车 他说李长老 你下车要小心地很滑 啰嗦 讲这么多次你不烦了 你不烦我都烦了 我下去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跌倒 第一个动作 我就一滑你知道吗 还好我没有全身都出去 我就坐在那个椅垫上面 我脚出去就滑倒了 预备走路的血 把平安的福音预备走路的血 什么叫平安的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福音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简单的跟各位讲 就是你常常讲福音 常常传福音 你不传福音你不知道 因为你一传福音就发现自己的不行 发现自己的软弱 发现自己的不足 发现自己不懂 发现不止你没有能力 别人还说你笑话 你就突然发现你只有依靠主 越传福音 你就越发现撒旦的力量 不是你能够理解的 自己的败坏 不是你能够了解的 传福音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军装 你不要说我不会讲 你就讲就好了 我告诉你 我到今天别人问我很多问题 我也答不出来 我只是跟他讲说我真的不太懂 不过我得到生命的好处 我就告诉他一个我得胜的见证 或者我得救的见证 或者我失败神怎么接纳我的见证 就好了 你越传福音 越知道你是一个软弱的人 你越传福音 你越知道神有恩典在我们身上 所以传福音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 我再说一遍 是预备走路的血 安全 你可以走得很好 最后是信心 信心是第四个 第四个十六节 什么是全副的军装呢 第四个就是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六节 预备请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 信德是翻译的问题 信德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 信德就是信心 我们以为信心是为了得一个东西 有信心得到那个东西 没有信心得不到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说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 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忘求 所以我们以为信心是一个跟神要东西的 那一个兑换卷 所以我要有信心 信心给我一个好的老婆 信心给我一个好的工作 我跟神祷告 给我的签证能够下来 我有信心 错了 信心不只是这个 信心更主要是个防御性的武器 真正的信心不仅是德 信心是最大的防御武器 为什么 因为撒旦从头开始就是说谎的 而且他的说谎很厉害 你要知道一个人全部说谎的话 你就不怕他了 一个人全部说谎你就不用怕他了 厉害的说谎的 这你搞不清楚里面哪一句是真的 哪一句是假的 七句是真的三句是假的 你分不出来 我认识几个这种人真厉害 他讲话你抓不到他的弱点 他讲来讲去他都赢 因为他知道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不重要 什么是可以糊弄你 什么是不能糊弄你 你被他糊弄的 这个这个这个 一愣一愣的 撒旦来引诱夏娃的时候 问他说神起是真说 对不对 神真的有这样说吗 你看 信心我们就动摇了 夏娃说神没有那样说 神是这样说 神说 撒旦说那也不一定 你看 所以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 撒旦来挑战我们的时候 他说神真的这样说吗 你就知道这是信心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撒旦说谎到一个地步 我们真假难辨 使我们信心动摇 对神产生不信任 所以信德当作藤牌 就能灭尽二者一切的火箭 二者常用火箭来攻击我们 而且是连发式的 一箭一箭一箭一直射过来的 你挡了这个挡那个挡这个挡那个 最后我告诉你 挡他是用什么呢 就是用信心 就是用信心 那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 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 我常常说啊 我再说一次 我告诉你相信神不难 相信神的话很难 相信神不难 谁不信神啊 只是你那个神 是不是那个神而已嘛 对不对 问题是神的话 相信神的话很难 因为神说有 命令 你相信啊 神说有就有 命令就令你相信啊 环境好的时候肯定相信 环境不好就很难相信 身体好的时候一定相信 身体不好就很难相信 儿子孝顺很相信 儿子孝顺很相信 儿子不孝顺就不相信了 对不对 工作顺利很相信 工作不顺利就很难相信了 别人对我们好相信神 别人对我们不好就很难相信神了 可是神怎么说呢 他说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神说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相信不相信 相信不相信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 顺利不顺利都是神的恩典 多大的危险我们也不怕 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 所以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 所有的恐惧 有人怕黑 有人怕死 有人怕不知名的小东西 有人不喜欢蚂蚁 通通集合在一起 他就害怕 有的人怕高 有的人有密闭忧郁恐惧症 我们相信 相信神的恩典 最后救恩是头盔 我就不多说了 救恩是我们一切的根基 头盔就是保护这个的 现在骑机车还不戴安全帽 是要罚款的 其实不戴安全帽 不是罚款不罚款的问题 那是性命交关的问题 我记得我们去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戴钢盔 你知道钢盔不是直接贴在头上的 钢盔里面有一个东西撑住的 所以你戴上去 它不会直接碰到头 那我们就戴好玩 因为我们戴钢盔是好玩的 所以摇一摇它就一直动 对不对 那个班长就揍你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钢盔要戴好 不然叫你扑倒 你一扑倒钢盔就掉了 人家就等你钢盔掉才打你 因为你躲在那个后面 你就投身出来 你知道吗 你投身出来 刚刚好又不戴钢盔 当然一枪就把你毙命了 一枪能毙命的地方不多 如果 头盔 把杖带的钢盔 思想当中 我们要确信 我们是一个得救的 这是神的儿女 我们最后读 第十三节 十三节 就结束了 十三节我们来读 叫做 导论 或前沿 是怎么样做钢强的人 十四节到 二十八节是讲到全部军装 以及它的方法 所以十三节的最后一句 跟十四节的第一句 是连接的 第一你要站稳了 你才会穿全部军装 全部军装用完了 最后还能什么 站立得住 弟兄姐妹 今天是以福所处最后一讲 换句话说 我们已经把一个基督徒在地上 应该遇见的事情 以及如何面对 解决了 今天我们如果能够 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钢强的人 并且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我们就是一个钢强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站稳了 穿上神所赐的各样全副的军装 我们就能打完这场仗 结束 我们相约在永恒见面 因为我们个人要走自己的路 对吗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可是我们需要靠着这个 才能够走到最后 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天上见的时候说 我们是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我们做了钢强的人 并且靠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因为这个世代无论是客观也好 对我们个人的主观也好 只有越来越饿 你放心 不会越来越好 从身体的角度就可以证明一切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所赐的恩典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 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因为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 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终于明白了其中背后的道理 对我们而言可能太深 可能太难 可能不容易相信 可能不容易接受 更重要的是 我们很难活出来 但是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求你让我们一步一步的 随着生命的环节 我们能够改变 我们能够成长 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你的保守 需要你的看顾 需要你的提醒 需要彼此相爱 主啊我们恭敬的仰望你 为你在我们当中 一年多的时间 让我们分段的明白 以福所述向你献上感谢 主啊我们要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不仅可以过再地如天的生活 在短暂的年日里面 并且让我们经历到 您是那位随时与我们同在的神 求你听我们祷告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Amen